康王赵高被送回开封城里 因为金军不相信他是赵宋的皇族 赵宋皇族没有这么硬骨头的 所以把他给送回来了 这个时候开封城正在沸腾当中 马上就要顶开盖了 这是千年以来 哪怕开封还叫大量城以来 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的事 北宋一带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 什么事啊 民别 事情呢是李邦彦挑起来的 这位抓狂的首相啊很神勇 说到所到 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面搞了事 他以军事失利为由 把李刚重施道给罢免 全盘接受军权 废除了李重之前的军事安排 全心全意纯洁剔透的向金军投降了 这个时候赵桓麻木了 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执平 不予支持 不予反对 他只是希望别再有人去打扰他了 让他安静一小会儿 那他脑子太乱了 就在这个时候 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 顺便要求宋朝解释 怎么回事啊 李王燕立即就解释了 和他没关系啊 全是李刚冲着到干的 是吧 你们愤怒 好 我可以把李刚绑上交给你们 带回京军去 好咯 金军使者一瞬间就傻了 这不对吧 这世界也太疯狂了 宋朝人是不是拿我开涮呢 面对此情此景 该使者决定 不对 无视献殷勤 非剑几刀 这个事 绝对不能给他们开涮的机会 金国使者拒绝了 不要 你不是要把李刚绑给我 不要 李刚你们自己留着吧 想打想杀 你们自己的事 这个赵构 你们留下吧 这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你再给我换个亲王来 太不像你们的赵宋皇族了 留下了赵构 带走了越王 回营交差 了了事 金国使者这么一走 李王燕长出一口气 哎呦 还好 还安全啊 想到之前被李刚扣下的三阵割让诏书 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 怎么能忘了呢 派人专门去金营 交割这三阵的归属 这位专人在历史里 还是非常有名的 谁呀 此人姓秦名会 做完了这些 李王燕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 他累得要死 又轻松的要命走出了宫门 刚要回家迎头 就撞上了陈东 陈东是谁 陈东呢 就是这个太学生 这个首领 一千多名太学生 在陈东的率领下 向政府请愿 在他们的身后 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的 他们要求 罢免李邦燕 恢复李刚 冲出道的职务 一致对外 停止内耗 给宋朝的百姓们 一条生路 十多万人走上街头 相当于开封城里 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 他们任无可忍了 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嘛 因为号称全世界 最富裕 最文明 最平安的都市 开封居民 已经是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变成赤贫了 这根本不是城外的 异族人害的呀 这都出自于城里 宋朝自己官员之首啊 李邦燕 王孝迪 甚至是新皇的赵桓 他们一道一道的命令 把他们的身家财产 全都冲了工了 现在李刚 重拾到也被罢免了 这等于是 毁掉了他们 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啊 那么到这个地步 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反抗了 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 李邦燕的第一反应是 可笑 哎呀 你们这帮贱民 是不是 真是发颠了 你们走上街头 有个毛线用吗 你手里有刀吗 是不是 我过你是官还是民 你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吗 可是他错了 这个只会唱曲子 耍把戏的无赖 忘了这再也不是 菜经同贯的时代了 他一个弄尘 一个小丑的本质 再也没法压制民意了 老百姓们是一拥而上 板砖石的块 跟女点一样砸过去 十多万人怒喝 你一个浪子 你配做宰相吗 你啊 李邦燕是爆头鼠窜 逃回皇宫 鸣变了 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 挂向开封的官场 官方迅速做出反应 派开封市长去贪压 开封服饮 王世雍赶到现场 抓住重点 这太平常们说了 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 你们这是犯罪啊 王世雍迅速逃离 后边是无数的板砖石块 还要挟天子 我管你颠不颠子的 新任的载质 吴敏出面 觉得自己是策利新军的 有功之臣的 我有面子 有影响啊 对不对 你们不要再闹了 一顿板砖 也给砸回来了 民朝进一步汹涌 他们到了皇宫门前 敲响了登文谷 皇上 你出来 皇上出来没有 皇上没出来 出来了十多的太监 都是平时作威作福 有头有脸的 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 往外赶人 你们实在太不成体统了 你们怎么连登文谷 都给敲破了呢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这帮老百姓 话没说完呢 十多的太监 变成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了 这事可就升级了 因为杀人了 军事升级 你要再不可控制 你要再不想办法 那就真的就麻烦了 军方终于出面 进军殿帅王宗楚 进攻面舰召唤 请示任务 是杀人还是妥协 选哪个您快点 召唤想了想 妥协吧 于是以官方文件 对外宣布 李刚恢复原职 这个文件写得很快 派专人送出皇宫 传达给李刚 到这一步 民意胜利了 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 说到这儿了 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 这不是什么胜利 更不是件好事 在民意来说 在咱们看客来说 过不过瘾 过瘾 真过瘾 出了口恶气 但是对当事人来说 比如陈东 危不危险 太危险了 官方的人可不是白杀的呀 你打死了十几个太监呢 当时就有人劝陈东赶紧跑 陈东哈哈一笑 跑什么跑啊 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 只是为国为民 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 别的根本不去考虑 也没法考虑 对李刚来说呢 更是这样 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啊 得罪了整个观察 光是这时候的民变 就让他万劫不负 民心向李刚 知皇帝于何地呢 当李刚来到现场 接受百姓欢呼的时候 也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觉 李刚出现了 百姓们没有满足 还有崇石道呢 大敌当前 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 官方摆一摆顺 要崇石道是吧 来派专车接来崇石道 当车连掀起 露出崇石道满头白发的时候 开封城的市民们 这才放心满意 散了 这次的民变的作用啊 是非常伟大的 不仅一举 让腐烂 劝诺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城呢 是屈服了 连城外的金军都害怕了 当李刚崇石道 重新上任的消息 传到摩托港的时候 蜿蜒宗望下令 走 不玩了 撤退 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 超级大国应该有的气势 仅仅是气势 并且是在民间的气势 就把金军吓跑了 他们带着千万辆白银 百万辆黄金 数不清的真玩玉器 向北方撤退 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 东京保卫战结束了 但是事情并没完 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 这点在不同人的眼里 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第一种呢 是首相李邦彦 这浪子还是首相 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 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 可是百密一书 这人啊 竟然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 金军在境内 他寝室难安 时刻紧张 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也要送走这批凶神 第二种呢 是崇士道 老崇呛功呢 这个觉得这是个机遇 他说李刚的计划 仍然可以执行 立即运动兵力 到黄河两岸 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 仍然可以全歼来顶 这事没有展开讨论 崇士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了 隐居还是当兵 随他变 国家的事呢 不必他再操心了 至于黄河两岸嘛 李旁燕派人送去两面大旗 上面写着 有善出兵者 并依军法 军法杀无赦呀 这样两面大旗 在黄河两岸迎风招战 保佑着完颜宗旺 率领六万金军 拖拖拉拉带着无数次众 渡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你说李旁燕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到这 算是告一段落了 咱们得总结一下 这一次所谓的 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呢 抛开一切的细节 咱们看最主要的脉络 我们会发现 金军只是打了两次 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 一次连开封城门 都没摸到的反偷袭 就得了千万两白银 百万两黄金 亲王为人质 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 怎么得到的 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 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 连回家上路的时候 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 你们回去 我们绝对不追不打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 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 在他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 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 根本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 金国算什么呀 而是在遥远江南 幽灾幽灾的宋徽宗一行 他爹呀 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 赵吉 蔡京 铜冠 朱勉 这些人加在一起 要皇的有皇的 要宰相有宰相 要军队有军队 要钱财有钱财 那都是把持宋朝 二十多年的老手啊 这帮人在镇江 休公式造庭院 做酒居之事 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二十万关 庞大的开支 都有当地政府支出 长江以南 开封的政令 形同虚设 赵吉根本不想放权 他甚至出面 拦截过秦王的军队 哎呀 别去了 我们在这过小日子挺好的 江南小朝就忽之欲出 这还行 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 他要想个办法 选个人 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 不费一刀一枪 解决到皇位的最大威胁 这个活给谁了呢 给了李刚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人选 全宋朝官场都反李刚 也全都承认 这是个好人 这是个信人 是个纯洁的人 是个有能耐的人 连赵吉都认 于是只有李刚出马 才能温和的收回老爸 李刚和赵吉的见面 很生活化 两人谈天说地 愉快的交流 李刚呢 介绍了刚刚所谓 胜利的东京保卫战 赵吉呢 则关怀了一下李刚 早期的电梯生涯 之后两个人讨论了一下 亲宗上任之后的 一些政治工作 没多久 赵吉决定 好 回家 信李刚 信任平 继而相信他一直 沉默孝顺的长子 4月3日 赵吉一行回到了开封城 等待他的是一个 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 他彻底昏溃了 忘记了他一直 给予长子的是 什么样的生活 赵桓决不愿再回到从前 他要牢牢地 把握住自己的生命 刚一开始 他就驱逐了赵吉的 全部是从 让赵吉孤零零地 待在龙德宫里 彻底老实了 第二步 他收走了财权 哪怕是赵吉 曾经赏赐下的东西 重新全部交出来 第三步 他毁了赵吉 东山再起的念头 赵吉想反击 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 我要去洛阳 招兵买马 为宋朝创建一块根基 简直是笑话 赵桓不愿回答 连否决都懒得说 赵吉慌了 他万万没料到 那处境已经遭到了 这个地步 他想挽回 想了想 违金之计 没权没钱 没人怎么办 只好打清清派 好不容易 熬了半年 到十月初十 这一天是天宁节 也就是赵吉的生日 其实这是错的 他生于五月初五 当时风俗这一天 极其不详 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 圆满了 生日宴会上 赵吉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 然后亲自倒了一杯 给儿子 老子敬儿子 怎么样 却不了儿子无动于衷 不管父亲怎么表现 直接不喝 连酒杯都不接 在场的人都知道 赵桓干嘛不接 怕酒里有毒 屈辱啊 众目睽睽 忍辱偷生 赵吉时嚎啕大哭啊 掩面回宫 老子给儿子敬酒 儿子不接 怕自己给儿子下毒 在他身后 赵桓面无表情的 下了一个新命令 命令 严密封锁龙德宫 内外消息不许流通 皇家就是这样 没亲情 软禁了太上皇 接下来呢 要肃清于党了 这是一件 全天下人都盼着的事情 二十多年了 六贼的末日 终于是来了 谁呀 先是朱棉 这个最富有 最阴险 最狡诈 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 用尽了心机 仍然是难逃一死 为了活命啊 他紧紧的跟在了太上皇 赵吉的身边 一起千山万水的游荡 他想得很清楚 我的富贵就来自于这个皇上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皇上 没了 那我的安全也就没了 我的安全也来自于这个皇上 那么等赵吉回了开封城以后 他的一切自然就到头了 杀朱棉走的是正规程序 御史先弹劾 官方的来定罪 然后超莫家产流放外地 他从恒州 韶州 徐州 一路南迁 到徐州之后 宋朝派专人来了 得了 别活了 直接砍脑袋 拉倒 了事 朱棉死了 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岛 在最富裕的宋朝 搜刮到最多的民财的蛀虫 他的一生很传奇 堪称最典型的 权钱勾结的产物 你要怎么评价他呢 你说的是个寄生虫 是个喝民族血液的吸血鬼 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 那是巨大的 对人民的伤害 那是最直接的 那是罪该万死的 最可恨的就是 每个时代都有这种人 还不是少数 这是杀朱棉 杀铜冠 那玩意就麻烦多了 铜冠人有名分的 堂堂的郡王啊 虽然是个太监啊 但是堂堂郡王 人家可以免死免刑啊 但说实在 铜冠真的是气运已尽了 不仅犯了罪也犯了众怒了 他率领三千名圣洁军 赶上了赵吉 一起南逃 在过一座浮桥的时候 军心浮动 攀望 嚎痛 哭啊 劝赵吉不要离京师太远 因为毕竟这三千圣洁军呢 家属都在京城了 铜冠干什么 命令放箭 谁阻止南逃 就射死谁 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 死在浮桥之下 他最后一点点 能以为资本的军中威望 随之耗尽了 亲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 之后派监察御史 张达明代指追杀 张达明在南雄州 就是今天广东南雄县 追上了铜冠一行 他怕铜冠知道消息之后 抢先自杀 不能名正典型 派人去传了个话 派人传什么话 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 照您回京贡商大事 听说是充任河北宣布使 铜冠一听高兴龙 消息是真的吗 来人说了 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 没有实战经验 朝廷的商议多时 觉着还得有您这种 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门才成 哎 通冠高兴了 得意洋洋说了句话 嘿嘿 别说啊 确实少我不得 啊 那必须得有我一个 是吧 第二天张达明赶到了 通冠还在这做着升官的梦呢 还想着河北宣布使这事呢 但是已经刚刀临近了 人头落地 他的头被放进了黑漆木匣子里 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 在险要处 号令示众 通冠这么意思 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 为什么讲呢 因为他相对而言呢 他是有能力 也有一些良知的 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 可惜了 中国最大的威忌 由他造成 一向功成万古哭 他的广阳郡王的封号 是由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的 通冠是个复杂的人 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狼狈捉虐黑的后半生里边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时候 总会想起他西征和黄的时候 铁马冰河的这个岁月 如果那时候他要死了 哎 该多好 你说你在那最好的时候 你要是死了 你能流芳千古 可惜了到这儿 只能遗臭万年 终于是到了蔡京了 轮到他的时候 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 他是一切的源头 他也是一切的归结 他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 所有善恶中间变化轨迹的浓缩 什么都看在他眼里 什么也都发生在他身边 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 终于是以毒攻毒了 这个人这辈子太复杂了 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 才能勉强的看清这些人 而只有看清了这些人 才能明白这段历史 咱们先来看他最后的足迹 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 先是正常程序啊 弹河贬值外放 蔡京被赶到长江边上 这个时候的蔡京呢 是百足之虫 是死而不僵 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 争相当这个孝子仙孙 比如说江陵府就是今天湖北 江陵县的知府李燕 此人奉迎蔡京的程度啊 仍然是对宰职的待遇 一日而三见之 功库功愧 是络绎不绝 虚索追忽 骚动细民 但是史籍里边的原文 当地的一群阎商啊 给气坏了 蔡京当政的时候 屡变研法 搞了天下阎商集体破产 本来想着报仇呢 好家伙 没想到还气焰这样熏天 阎商们就打上门去 也没别的招数 就站门口插着腰骂 李燕火了 这是我的座商宾呢 虽然现在是被贬折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派兵把颜上 来来来都给我抓起来 严加看管 再派上几百名士兵 保护蔡京 同时为蔡京购买大宅子 做长居打算 消息传出天下大华 不说黎民百姓 也不说御史啊 连皇上都气晕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我们这处理奸贼呢 你这可好 送奸贼去养老疗养去了 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 把李燕来撤职查办 什么玩意儿 会不会当官 滚 官衔一路到底 去道观里边挂名 晒太阳去了 从这以后 这沿途的官们 才看清情况 哦 蔡太师果然是变蔡京冲了 把蔡京开始当罪犯呆了 这个时候蔡京已经八十了 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 到这时候才领略到了 一点戚风苦雨 开始受折磨 先是呢 这个朝廷派人 快马加鞭追上来 让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鸡 慕容氏 刑氏和武氏 说他们太美了 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了 为了两国友好 必须得交上去 蔡京没辙啊 只好照办 当惠类作别时的 写了一首诗 为爱桃花三树红 年年岁岁惹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 谁付尊钱 念老翁啊 之后呢 他行单影支的呢 就难行了 也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了 连小商小贩都对着 他当面骂啊 往他脸上吐唾吗 他想买饭 骂他 他想坐轿 骂他 勉强支撑了当年七月份 走到潭州 就是今天湖南长沙的时候 终于是病倒了 八十了 这么折腾 能受得了吗 这个巨奸大恶 自知啊 自己是不行了 临死呢 写了这么一首诗 叫八十一年往事 四千里外无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 梦到摇池却下 玉殿五回命相 同庭几度宣麻 只因贪恋次荣华 便有如今是也 这是公元1026年 宋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 蔡京就这么着死了 死了以后 没人给他收尸 你想想 秦月天理的长沙 能闷热到什么程度 那具尸体的样子 是可想而知 最后啊 谁给他收的是 押送他的人 没办法了 把他草草的给埋葬了 下葬的时候 你别说棺木了 连草席都没一张啊 只用些什么青布 给他一缠 旧地埋土了 地点是陋泽园 当时的公墓 蔡京的直系亲属们 比方说的儿子 蔡悠啊 等等 二十三人 或处死或圆匾 各有下场 可以说蔡氏家族啊 团灭 正义似乎真的要来了 但实在是来得太晚了 纵观蔡京的一生 没有仔细研究的话 总会把它归纳成个脸谱 就说这人是又奸又恶 又狠又凶 害人害到刨坟 掘木错过然辉 这是个天生的坏种 真是这样吗 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 一步步考上官场 没有根基 没有靠山 从零拒绝起步的 那个少年人 是怎样变成这样的 巨恶的呢 被逼无奈啊 蔡京生活在 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 是时代造就了她 她是邪恶土壤里 培育出来的邪恶之化 不想倒在洪流里 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 去淹没对手 甚至于她的作恶 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 在她败亡的时候 有一段对话 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那个时候门客散去 一个门客临走前的 忽然问她 说民工啊 您高原名时 动骨见金 难道不知道 国事会衰弱之词吗 这真是千古之问 以蔡京之志 难道不知道 自己在作恶吗 是败坏国家和种族吗 他不知道吗 要说他不知道 这鬼才信的 他能不知道吗 他蔡京沉默了 好一会儿才回答 不是不知道 只是我觉得 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 一句话透露本真 他只是想享受 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 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 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 蔡京是个偷生的蝼蚁 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边 及时行乐的胆小鬼 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物 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 并不是毁了宋朝 他之恶在于一言堂 在他的统治之下 宋朝前所未有的统一了言论 没有人敢反对他 更没有人敢议论他 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 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这是之前吕一简 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 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 不敢出声的地步 代代相传 直到今天这种习性还不能根除 有一定的好转 但是还没根除 蔡京和他的同伙们 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 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 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 蔡京 六贼们仍然是逍遥法外 鱼肉苍生 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裔症 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 斩除这些毒瘤 进而更进一步的反思 杜绝这类人的出现没有 于是在不久之后 蔡京是借尸还魂 他这样的人 变本加厉的重复的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